來 你先坐著 你先坐著 看見遠景上門 女子當場愣住 但警方鎖定的目標是他們 睡到一半被抓了出來 經營當鋪的無姓兄弟黨 早被警方盯上 四月中繽紛九路 收網抓人 因為他們涉嫌炸雞侵占 利用自家當鋪當成作案據點 在我背後 無姓兄弟的當鋪 就開設在新北魯州的三明路 門上還寫著政府立案 而有天道門背景的兄弟黨 卻以合法掩護非法 涉嫌對租車業者 魯車勒贖 實際來到這家當鋪 就跟一般業者沒什麼兩樣 卻被檢警查出 無姓兄弟去年找來 急需現金周轉的小公司負責人 借錢後就要求對方 要以公司名義幫忙租購車輛 嫌犯再把車子開去藏起來 而被找上的業者 除了合運租車 還有另一家歐越金融 今年二月期間 陸續接貨無姓兄弟來電恐嚇 要租賃業者低價把車贖回去 經警方追查 被嫌犯強震的三輛車 通通是高級賓士車款 總價將近兩千萬元 警方事後在嫌犯住家 查控手機存折 大碟現金等關鍵證物 合運租車對此回應 出租的車輛 因為陳租人沒有繳付租金 已交由法務部門處理 也將取回車輛 至於歐越金融暫時沒有回應 索性租車公司機警報案 沒讓無姓兄弟不勞而獲 只是出租豪車卻被滷車勒贖 對業者來說真的有夠倒楣 近新聞审民楊徐柔廠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